如何用几百元落柱最容易帮你赢过满? 其实你只需要做两个非常简单的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打开你的职业排位计算表 专业版 如果你还没有的话 建议你现在立即在这条影片的下面 红色框这个位置 如要订阅请去以下 按进去 你就可以立即拥有职业排位计算表 专业版了 第二个步骤 当你有了专业版后 就打开职业排位计算表 以后每一天的赛事 当天哪些场次 是有真正实力马存在? 其实你一看便知道 如果你用这些 有真正实力马存在的 主力场置的马匹 来买过关的话 其实你只需要几百元落柱 便可享有非常多的赢过万机会 例如上季的季初开罗日 9月11日 这一天 就有三场的赛事 全有真正的实力马 第四场、第九场、第十场 而在职业排位计算表里面 我们会用红色字来代表这些场次 所以你只需要按进去 这些红色字的实力马里面 便知道这些是哪一类马了 例如这一天 就有三场 如果你用其中的第四场、第九场 买Q过关的话 十元一注 成本都是八二元而已 这两场都是中Q的 你可以获得派载是一万三千六百多的 有例如 如果你用这两场的红色字来买 单天过关的话 十元一注是三百六 你可以收十三万七千多的 当然了 如果你这一天 你用这三场 买三穿四Q过关的话 五元一注的成本是六百三 可以收三百万的 因为三场都过关了 买三元一注 都可以收一百八十几万的 又例如上季 谷草的开乐日 9月14日 这一天 第二场 第四场是红色的 就是说这两场 是有真正的实力马存在的 如果你拿着这两场 是买Q过关的成本是三百元 是可以收一万四元的 当然了 如果你拿着这两场 是买单天过关的 十元的成本是四百 是可以收八万五的 换言之 当你有了职业排位计算表 专业版之后 其实以后 每个赛日 你只需要用几百元内注 是会有非常多的 是赢过万机会的 这些全部都是用者 即是职业排位计算表的用者 用几百元内注 是赢过万的实例 就是四百三十二元内注 是收三十三万 五百六十元内注 是收十万 六百多元内注 是收七万六 二百四十元内注 是收六万二 二百七十元内注 是收四万二 二百七十元内注 是收三万七 所以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 职业排位计算表的话 当然 建议你 现在立即在这条片的下面 按进去这个位置 你就可以立即拥有 职业排位计算表 专业版了 记住 当你有了职业排位计算表 专业版之后 在未来的赛日 用几百元内注 而可以收过曼 那位人士 分分钟就是你了 是今天十月十五日的赛事 有哪些马 值得你留意 在说这些马之前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 上一次的 十月十一日的 谷草野菜 在这一天 我们 告诉你最短途 一千米的减马方法 虽然我们在那一场 所选的四匹 只是跑第二和第四 但是记住 这些减马方法是对的 只不过是这些减马方法 是有较大机会命中 但是绝对不是百分之百实中 在这一天 其实也有另外一场 是一千米的赛事 就是五班的谷草一千 如果你用同样的手法 在这一场 选一千出来 然后 在时间指数 如果你选最快的五匹 就是最佳的五匹马的话 你就会看到这一场 只有五匹 一千米 时间指数最佳的五匹 就是万事有 传起心 开心马 创伏位 以及转式奥场 在这一天 我们正正有用者 就运用了他所学的减马方法 他就怎么做呢? 他就拿着转式奥场做胆 为什么呢? 因为转式奥场 他那个时间指数是来自四班 而这匹马上季都是四岁 今季才转五岁 所以他拿着一场 四班马 而且这匹马 可以放在前面走的 转式奥场做胆 就拖这四匹了 即是二拖三、五、六、八 这五匹马都是近三丈 一千米 最佳时间指数的五匹马 结果他的一拖四 就是中Q了 转式奥场跑到第一 由头放到尾 万事有 就跑第二 是吧? 这匹马派499 那这位用者怎么买呢? 这一天 他正正利用 我们教他是一千米的减马方法 他是找到吃的 因为这一天 他用了三百二十元来住 而收六万多 他怎么买的呢? 第一场 他拿着一拖四 是吧? 接着 第八场 这场有三匹的 Q的马 但是这一天 全天都没有真正的实力马 他拿着这三匹 就用闪电来做胆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排一档 每段时间加速时间指数正的 所以他闪电做胆 就拖这两匹 就是不拖一七 是买Q 这是两区的 结果这条Q 是跑了出来 因为闪电跑第一 荒唐武士跑第二 这条Q是派97元 那他是买三穿四的 这是第二关 还有一关就是买第七场 他也是拿着这四匹 是买Q的配件马 到来一个湖村 那这些马 全部都是同城飞冠即压的马 他就拿着这四匹 就买单T 为什么? 因为湖村四匹单T 是四驱的 湖村Q是要六驱 所以他省本买单T 换言之 他这一天买的三穿四是 第一场的Q 一拖四 第七场的单T 就是二六七十 结果这一场是 二七十是串三龙载的 就是单T 单T是拍二一百 和第八场的一拖二 买Q 那他的混合过关就是 买三穿四的 一场一拖四的Q 一场一拖二的Q 一场就是四川 四不户村的单T 他买五元住三穿四 成本是三百二元 结果这三场全部给他民众 他三百多元是收六万多的 那我就在这里恭喜 这位用者 OK 记住 如果你明白每一个路程的 选择码秘诀 什么时候下注呢? 就当然等这些码 是有分头的时候下注 为什么? 因为这类的码 命中的机会大 但是不代表是百分百 所以当你有冷码 存在的时候才下注 如果长期来算 你的回报是非常之高的 OK 说回今天的赛事 今天 有两匹马是值得你留意的 第一匹是第三场 四班天草 1200米的5号马 加营勇士 这就是潘顿塔的骑士 骑士 骑士的加营勇士 为什么这匹马 值得你留意的 如果你去第三场实力马 那里看 你会看到这场赛事 其实是有多匹的短途 放头马 那就是说 相信这场赛事 是一场 较大机会有 部速偏快的赛事 换言之 这些赛事 两类马 是特别值得你留意的 说的是同程实力马 就是排内档的正指数 马匹 这是第一 或者排内档 做到一个正时间指数的马匹 对不对 正的0.04 接着它是排内档 那我们说的是 上将的同程实力马 它是排内档 赛绩来自今季 虽然现在是5岁 但是这匹马 其实它是跑了两仗而已 属于一匹刚刚起步的质身马 在这场赛事 潘顿继续骑这匹马 而且它是排内档 时间指数 是正的马匹 这匹的家营勇士 其实是可以称为一匹 真正的实力马 而且是刚刚起步的 换言之 这匹潘顿的实力马 你是可以拿来运用 去拖几匹配脚 作为你过关长次的其中 这一场 因为这匹家营勇士 跑进来的机会 是非常之高的 所以这匹的真正实力马 是值得你去好好的 运用 当然如果你是职业排队 计算是一个用者 这场赛事 你是可以参考 我们里面其他的主要配脚 这就是第三场 还有一场 就是第九场 三班千四米 值得你留意的马 而也是潘顿骑的神虎龙区 为何这匹的神虎龙区 值得你留意 如果你去第九场的赛事 你会看到放头马不到 红旺放头的机会是较大的 那就是说 报复相迅不会太快 那没断式得加速的马匹 就占有优势了 当然最着数目就是内档 其次就是中档的马匹 那如果我们看上将的同情实力马 是没断式得加速的马匹 是第一匹就是龙虎神虎龙区 那这个虽然是没断指数不是太强 但是不要忘记它是在一场 非常快的捕捉 看到吗? 是快一秒的情况之下 它是没断 仍然不断 是可以有加速力的 那就是说在这场的赛事 它也是排一档 它已经在较前的位置 那就是说它是唯一一匹 排中内档来自上将 没有断式得加速的马匹 那如果你再去所有马匹里看 选它出来 这匹是神虎龙区 其实它是刚刚起步的 质身马 上季赢了三班 接着加分加绑 上季最后一仗又赢了 赢完之后 今季在三班跑 又是加分加磅 而上将是紧紧跑第二 是负给这一批黄脚 这场的赛事 如果你是职业的数据负 43场次 即是9月24日的1400米 你可以拿来和其他场次做比较 而其中的一场是三级赛 而这一批黄脚的时间 所做的时间 更好过当日的三级赛 这一场神虎龙区跑第二 也是属于一场 绝对不可以看低的场次 这一批正在上的马匹 是这场的赛事 是唯一一批上将同情实力马 是没断式得加速的马匹 并且在这一批神虎龙区 也是可以称为一批真正的同情实力马 并且这一批神虎龙区 也是值得你考虑 拿来做胆 去拖配脚 例如买Q或者丹铁 然后将这一场赛事也都可以考虑 作为你主力过关的场次 这样做 用几百元来注 而收过万 甚至收巨额 当然收巨额就要过三罐了 那些机会是非常之高的 记住这两批马是值得你去好好的运用 如果你还没有职业排位计算表的话 我建议你现在立即在这条片的下面 即在这个位置 如要订阅请去以下 按进去 当你按进去 你就可以立即拥有 职业排位计算表专业办 但为什么? 现在立即进去对你非常之重要 因为原因非常简单 在未来的赛日 当你有了职业排位计算表之后 用几百元来注 而可以收过万 那位人士 分分钟就是你了 所以 千万不要浪费任何一天的赛事 因为 每个赛事都有很大的机会 是可以帮你找巨额的